今天是我们这个会期第一次的交流 我希望今天的交流跟在场的大家都能够有非常愉快的一个经验 以及未来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具体的去落实 在你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 中研院对于原住民族研究的讲助计划 还有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推广活动 你们提供了非常完整的资料 同时呢中研院过去你们也推动了数位典藏 也广泛的收集了非常多日本殖民时期 有关原住民族的影像 人类学的调查的记录还有研究 然而我们从过去的史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原住民族因为没有文字 所以我们是被所谓的人类学家 或者是研究人员所诠释 还有描述的对象 简单的说呢就是被人类学家或研究人员 用殖民者的立场来书写原住民族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从日剧时代的史料里面 原住民族被连接到野蛮 幼稚 落后 不文明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还记得去能量的沸沸扬扬的公共电视的历史剧 Scalo 当时呢本席因为这一出扭曲的历史的戏剧 我咨询了文化部还有故宫 然而近日我看到了中研院 你们的研之有物网站里面的内容 当然我看到了院长您进来的研究成果 您研究了改造细菌 然后把二氧化碳变成燃料 然后对于有关净零碳排放的文章 这些我都觉得非常的棒 那么我今天呢就要以中研院的研之有物的一篇文章 也就是19世纪击退美军的排湾族是柏来品大户吗 罗密号事件的考古揭秘 我要来跟中研院院长还有在场的同仁们分享 以及未来我们如何来推动原住民族的相关研究 而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院长您看过没有这篇文章 在你们研之有物里面 是你们的副研究员郭素秋副研究员 他写了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他针对原住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的领域里面 他提供了非常多身为研究者必须要有的观点 他首先是以原住民的视角来理解过去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讲到的郭素秋副研究员 他给了我们大家的答案 他提到历史书写的特权 我觉得历史书写的特权 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 原住民族没有文字 文字是殖民政权或者是现代的政府 介入之后把原来有的我们的族语把它文字化 但是没有文字并不意味着封闭无知 相信院长你也同意这个说法吧 好谢谢 原住民族呢我们有自己的语言 也有非常棒的学习外来文化的能力 还有智慧 许多人对部落的想象 大概是原始边缘而且落后 以及未开化 可是呢我们从南甲之盟等等的历史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原住民拥有非常高的适应能力 还有我们的政治手腕 而我们能够伺机的观察外国的船只 就以这个罗美奥事件 然后我们也会运用地力来突袭美军的舰队 很显然对外来的文化 包括武装 我们其实是不陌生的 在这个历史语言研究所 郭树秋副研究员 他研究的这个案子里面 郭树秋他强调 他们没有文字 他所谓的他们就是我们了 原住民族群 我们没有文字 所以我们失去了发语权 即使作为事件的主角 但是因为史料 不是由我们来书写的 而是由外国人的视角 那么就会有偏颇性 所以郭树秋这位副研究员 他就一直强调 他需要透过不同材料的对话 然后我们不能够只用单一的史料的价值观 来诠释历史 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 院长您认为呢 完全同意 我想这个观点非常正确 非常谢谢也希望期待你能够要求您的同仁们 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好的旧社考古学是试图回到事件的当时 然后透过地层的无字天书 让没有文字的人发生 写得非常好吧 然后郭树秋他这么样总结他自己长年的研究关怀 他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考古来理解旧色 还有史料对话 然后最终把发言权拉回到原住民这边 然后放到舞台中间来写历史 这便是考古学可以努力做的事 郭树秋副研究员让我非常尊敬他 我觉得他把这一连串 这个知识分子还有研究者最高的道德标准 已经提到了这一篇他的文章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透过这一篇 透过考古学科化历史 浅显异动的文章 来自中原院2017年 你们成立的科普媒体 研知有物 研知有物院长你自己应该在里面发表过文章 你也看过里面的文章吧 是的 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段文字 我对于中原院身为最高的学术研究单位 我对你们有高度的期待 我真的期盼未来中原院对于原住民族的各项研究里面 能够都应该站在原住民族为主体的角度 来看待历史 从事研究 所以今天我有几件事要跟你交流 您今天业务报告里面有谈到 有关原住民族议题相关的推广活动 您有提到部落工作策展还有讲座活动 学术研究是中原院的专业 而透过主题活动的推广 我们会让更多的学生还有民众 可以从所谓的生活层面来探索专业的学术领域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同时呢我要建议院长 中原院原住民族议题相关的推广活动 是不是可以试着建立一个推广的主轴 就如本期我积极推动的原住民族的教育 现在呢各族群已经有三十几所学校 正在落实民族教育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爬书整理中原院里面的史料 然后透过科普教育来结合民族教育 共同推动 院长你觉得这个方向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相当值得推展的方向 好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来推动 这个我们在院内找专家来一起讨论 看是怎么样规划比较好 好的 那像这个委员一起来研商 看是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研究成果 透过生活层面 跟社会大众跟学校一起来结合 这样子的一个诅咒都推动您同意吗 对吧 就非常好 那么我们大概在多久之内我们可以来讨论 然后实际的把它去落实 那我想大概三个月之内 我们内部先讨论一下 然后再向委员办公室回报 好的 三个月之内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 很明确的方向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